我想要告訴王丹 你說你很忙 你說這跟你的記憶有落差 沒關係 我讓你忙完 如果6月6號之前 你沒有在社群上面明確地指出說 你為你過去的行為 為你過去所欺負的 可能騷擾過甚至侵害過的人 道歉的話 6月6號我會 帶著我的證據 直接向檢方提告 我跟王丹在2014年 大概年初的那個時候 大概那個時候就先認識 那後續我們有幾次在聚會裡面 他就有提及到說 他接下來要前往美國 那願不願意跟我 讓我 請我一起去到紐約 然後我們有一個夏季的招待 那當時我才19歲 也是一個快20歲的年紀 對我來說 他就是一個師長 他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前輩 對有名人願意帶我去美國這件事情 這是一個很吸引人的邀約 所以我當然就覺得說好 6月6號那個晚上 因為我們在飯店裡面 我們是住在同一個房間 我跟他的謝姓助理 還有他本人都住在同一個房間 那天晚上他謝姓助理先出門 出門之後 王南他就走到窗邊 然後看著我說 為什麼我一直在用電腦 為什麼來到紐約 第一次來 不看看外面的風景嗎 我心裡就在想說 好 沒關係 我就敷衍 可能就過去看一下 但我沒想到的是 我走過去 要看窗邊的風景的時候 他就從後面 用力的抱住我 接著開始強吻我 吻了之後呢 他就把我推到床上 然後繼續強吻 甚至意圖想要解開 他自己身上的衣物 我當時其實非常非常的震驚 跟害怕 因為我沒有想到 一個前輩 一個名人 他竟然會對我做出這樣的事情 但我很害怕 他接下來要對我做出 其他更深入的事情 所以我跟他說 我一個臨場反應 我跟他說 老師請你不要這樣子 我剛動完手術 我可能不方便 那可不可以老師先不要 王丹他確實收手了 可是我求助他的助理 我跟他說我很害怕 我不知道為什麼王丹要親我 但他的回應只有跟我說 老師是在開玩笑 不要當真 他只是玩玩而已 為什麼我這樣子的一個求助 可以被當作是開玩笑呢 我在美國一週多的時間 他時不時的就會開始 用一些言語騷擾或是玩笑 甚至有意無意的暗示我說 今天晚上跟他一起睡啊 這樣子的方式來去試圖的 希望我跟他發生關係之類的吧 那一週多對我來說 是一個非常害怕的時間 我必須要去掩飾我心中的害怕 我又不能讓他察覺到 我其實很想逃跑 那個時刻我非常想逃離美國 但是我孤身一人 我沒有任何親友在美國 我甚至語言不通 我根本就沒辦法跟當地的警察報警 後來我就忍耐 我是在15號的時候離開美國 回到台灣的 這件事情這樣子後來之後 我回到台灣之後 我那個情緒才可以宣洩出來 我在美國沒辦法哭 我找不到自己一個人的時間哭 因為我跟他長時間綁在一起 我根本就沒有辦法找到一個時間說 我要跟誰求助 我還有誰可以求助 我甚至到了他加州的住所 他的空間裡面 我要怎麼去宣洩我的情緒 所以我都不敢 我甚至在他家的時候 我躲在我自己的客房 我完全不敢出去 可以的話 我真的是不希望跟他一起獨處 我後來成為一個政治工作者 我後來成為林亮君議員的助理 在我後來的人生規劃 我那時候打算離開議會時 我有告訴亮君 我當時遭遇的事情 我非常的希望可以公開的坦誠 公開的向大眾說出這一切 我想要告訴王丹 你說你很忙 你說這跟你的記憶有落差 沒關係 我讓你忙完 如果6月6號之前 你沒有在社群上面 明確的指出說 你為你過去的行為 為你過去所欺負的 可能騷擾過 甚至侵害過的人 道歉的話 6月6號我會 帶著我的證據 直接向檢方提告 我們來看出這一關 好 我們下一個有關 的確 smashed 自己死定的 該由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出 我們來看出 夢了 我們來看出